兄弟们赶紧帮我走 赛罗叔叔 我们回来了 赶紧让我们进去 你们四位小怪兽没有搞错吧 这里可是奥特曼乐园啊 暂时没有对怪兽开放 看在你们还都是孩子的份上 我今天就破例不打怪兽了 你们赶紧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我们可都是这儿八经的奥特曼啊 赛罗叔叔 你难道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 难道连奥特曼和怪兽都分不清楚吗 迪迦泽塔 你们俩认出他们了吗 赛罗叔叔 我们迪迪确确是小奥特曼们 只不过变成了怪兽的模样而已 不过你们的声音好像确实有点像啊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证明你们的身份 我们的小奥特曼唱歌可好听了 你们四个分别唱一首拿首歌曲来听听 这个方法好啊 那就我先来吧 就这样 小怪兽打打唱着唱着就变成了小狄家 赛罗叔叔 我没骗你吧 我真是小狄家 我先进去玩了 我来我来 下面我来唱吧 随后唱着唱着 小爱雷王 变成了小维克特丽 三位奥特曼叔叔 看到了吧 我真是小维克特丽哦 那我就去找小狄家咯 小伙伴们 认为小奥特曼唱得搞笑的话 可以给他们扣三朵小鲜花哦 赛罗爸爸 我当然也是小奥特曼啊 你怎么连你自己儿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呀 算了 那我还是唱首歌证明一下我自己吧 果然小赛罗也恢复了原样 你这个老爸做的也真是失败 连自己的儿子声音都听不出来 赛罗叔叔 那个我就不要唱了吧 这两天正好我羊了 嗓子犹如吞刀片 前面都是小奥特曼 难道我还能有假吗 他们三个还等着我一起玩呢 他们是他们 你是你 要想进去必须唱歌证明身份 我看你怎么好像有点心虚啊 没有啊 我马上就来唱一首证明一下 一家都想唱大叫 快落头上没飞到 街头要偷懒 从来不许走 大家是否 唱着唱着 小怪兽献出了贝利亚原形 哎呀妈呀 漏线了 快跑吧 好你个贝利亚 又敢假冒小奥特曼欺骗我们 救命啊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在三人提了888下之后 终于停下来了 感谢三位奥特曼大哥手下留情 以后我再也不假冒小奥特曼了 我还答应你们给你们洗一个月的臭袜子 发生了 我还会